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由于时间关系 所以今集会在家里录 刚好楼上就装修 所以可能一路录 大家都会听到有些人在拨取的声音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今天真的太想跟大家讲一下李敏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李敏走了 关于一些他什么时候走 怎么走 他家人去发信那些 我就不会在这里详细再说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可以去回今天的神早新闻的头十分钟 基本上在那里就已经交代了 今天这一集就是想由李敏的成长之路 和婚姻之路出发 去和大家讲一下 特别是说他的丈夫离弃他 甚至他遭到背叛 并且说在他段婚姻里的丈夫继续 他随时就是成为了压垮了李敏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边的主题去说 另外下一集就会去围绕李敏的事业 特别是说着脚受伤 未必再能够跳舞的这一件事去说 因为对于李敏来说 他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 就是说着因为这两部分的事件 两部分的压力集体去压垮了李敏 所以才会导致到这个悲剧的出现 因为见到有很多人都很伤心 还有我自己看完相关的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感情这些事情很公平 无论你是有钱也好 还是是没钱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没办法就是说 你不会因为你的心很痛 然后给你很多钱 你就能够彌补到 特别是说着李敏自己本身 他也是靠自己找到不少的才华 总之今次就是从情感之路上去说 下一集才再物质一点 就循着那个物质之路 前途之路去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旁边的小鐘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由李敏的成长阶段开始讲起 因为当大家了解得到 他背后的家庭背景的时候 就会更加明白 为什么他老公的出轨和背叛 是令到他感觉上 会比起普通人更加之伤 因为由于他的家庭背景 确实是有一个诱因 是令到他更加渴望来自异性的爱 由于你渴望爱 所以得到伤害和得到背叛的时候 更加是会令到自己容易受伤 李敏的父亲就是印尼的华侨 他妈妈就是香港人 育有了三名女儿 李敏自己就是围福女 未出世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急病而离世 李敏曾经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幸好得到妈妈的安慰和肯定 另外还有 两名的姐姐的爱惜 所以令到李敏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至少就已经懂得感恩 和特别去疼妈妈 这里叉开一点点说 因为由于楼上真正正楼上装修太严重了 所以这一集就直接拿起咪去说 希望收音就好些 好了 继续去说 李敏在九岁的时候举家移民去到美国的加州三藩市 但是在学校那里都是遭到一些不好的遭遇 即是被同学哈哈伯伯 幸好有两位姐姐现身挺身而出 大过李敏五岁的姐姐Lance曾经在访问当中透露 为了保护妹妹曾经骂过她的同学 这样可以见到她们三姐妹就是感情深厚 由于她整个家族环境 她小小就没有了父亲 再加上她身边都是只有姐姐 没有哥哥又或者是弟弟的男性角色 在全部整个家庭都是女性的状况之下 其实更加会令到根据佛洛伊德的一些理论 令到她潜意识当中更加渴望一些拥有来自男性的爱 例如说香港的那样有些单亲家庭 即是说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的话 其实她们更加容易就是说 可能在16岁的时候拍拖青春期 很快就会被常人早点去拍拖 更加就是说会更加主动和積極去寻求来自男性的爱 去弥谱他们童年所缺乏的事情 当然 即是你说一个人去到16岁 18岁 甚至乎去到20多30岁的时候 当然是会拥有很多理性的 例如说你会知道 很多男人把嘴是骗人的鬼来的 根本男人说的话就信不过的 有时候我们理性知道一件事 但是不妨碍你内心去渴望做一件事 去渴望拥有一件事 从而是做出很多不理性的举动 例如就是说 好像我这样 肥仔喜欢吃糖 可能因为小时候某些原因令我喜欢吃糖 但是就是说 谁人都知道糖是毒药 就是糖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吃那么多 但是你喜欢吃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说 就算你知道他不健康也好 你都会仍然去追求他吃 甚至就是说 我知道他对我不好 但是我都忍不住去吃一样 对于李敏来说 就算他有个理性 他知道男人就未必个个是好的 即是他现在的丈夫都未必是对他忠诚 但是他始终都是渴望这件事 所以当他去到婚姻 去踏入一个比较正经的阶段的时候 确实就会令到他有个有因 是更加一股脑去爱他的老公 而且李敏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极度有才华的人 他在事业方面的成就有多高 我就不详细说了 即是下一集才详细说 总之 大家就要知道他是很劲的 他就不是那些想吊金归婿 是透过婚姻 然后就令到自己由住公屋 然后就可以变成去住半山的人 由于他不需要去透过婚姻 去导致自己能够阶级约线 他只是靠自己都已经可以成为阶级约约的人来说 所以在感情上 他完全是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导致这段婚姻变得不平等 但是正正就是说 由于大家都不掙钱 所以在感情事件当中的伤害就变得更加直接 因为有些的婚姻 特别是对于富有的人来说是扭曲的 例如说 我娶你回来 你不是靠我 你哪有得有今时今日有那么多工人给你洗 有时候大家看电视剧都会留意到这些情节 有些人就会觉得 因为他捉住我的经济命脈 所以我就会接受他一切不合理的举动 但是今次这个例子就不是这样 由于大家都是对等的 即是好像这样 大家都是中产夫妇 又或者大家都是基层夫妇出来的 即是说我不需要靠你养 没有了你我都可以拥有以前的生活素质的话 大家只剩下来计算的就是感情付出 所以在看待感情付出那一方面 特别是知道男方又或者女方出轨的话 其实另外一方也是极为心痛 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爱情而不是交易 如果你说在一场交易上 如果你当这个婚姻只不过是一个交易的话 那你就当作出粮吧 那就是说上班给老板骂 但是如果有感情 你只是在意感情的话 那种背叛是痛在心中的 而且李敏自己是一个国际巨星 有这么多百万人去关注的他 基本上他每个的一举一动 都是一个新闻卖点 所以对于李敏来说 其实他所有的事情 特别是他感情的事情来说 都是一个抗音器 例如就是说 在大家知道他感情不稳定的时候 他就会很痛心、很不开心 但是有些人他不出名的 他可以收起不同朋友说 接着隔了两三年之后 他的朋友才知道 原来你离婚了 可能有些感情上不好的事情 他可以透过不同人说 然后自己搞定的状况就算是OK 但是由于他真是一个天王巨星的关系 除了会有很多狗仔队 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都会跟他说 又或者将他一些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不断去跟他说 更何况就是说 当然李敏身边会有很多人 去爱惜他、去关心他 但有时候太多的关心和慰问 都会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因为有时候可能都会觉得 哎呀,我又要去应付你 又要去照顾你 又要去告诉你 我好坚强,不用担心我 有时候这些说话说得多 其实都是一种负担 还有,有时候对于李敏来说 除了普通人的关心之外 也有很多是伴随着恶意的慰问 例如一些 专食人血饭头的人 娱乐新闻 狗仔队 如记太太 猴子那些 所以由于他太出名 所以他的大明星身份 是导致到他有开心的事情 是会被人无限放大 即是好像当初 他和他老公的世纪婚礼 用了1.5亿港元 但是同样的 伤心的事情也会被媒体无限放大 这件事就惨惨惨惨惨了 好了,再看多一点关于他老公和他继女的一方面的新闻 可以更加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会说将会成为他最后一斤的稻草 48岁的乐坛天后李敏 早前突然之间报仇到93磅 传出和加拿大籍负商的老公乐玉敏分辨 有报道说 其实这个乐玉敏曾经多次已经出去吃饭 还要选择一些年轻貌美的外国女性 幼稚 其实李敏早在半年前已经搬来外巢 在情人节的前夕李敏推出了新歌 里面更加就是说 爱情走到如今已成悲剧 更加就是写到 终于懂得离开才是最好的安排 野来的网友就说 其实是不是暗示了已经离婚呢? 其实由现在 即是由今天再看这段歌词 似乎李敏想表达的意思不单止离婚那么简单 另外,根据新闻报道说 其实这个乐玉敏曾经已经玩过三次了 有一次被李敏踢爆了 但李敏连在大家都是老夫老妻 所以就选择原谅对方 但是这个人再次出多两次轨 更加有一次被李敏的老朋友撞 老公也都向李敏承认自己真的出轨 报道就指李敏半年前已经搬离外巢 更加大的打击是说 李敏和她老公有两个女儿 就是说是那个妇伤和她前妻生的 即是说跟李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李敏一直是视那两个妓女事如己出的 就不是说那些什么后底娜 尖酸刻薄那些 但是当这两个妓女知道自己爸爸出轨之后 居然站在自己爸爸那边 反而对李敏莫不关心 令到李敏在爱情和亲情上受到严重的打击 李敏近日也在社交媒体发文 照片中的她看到她的磅数跌到93磅 其实这个是很夸张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李敏她不矮 她是说那些model身材 不知16多还是17多的话 你有差不多的高度 你的重量也要有差不多的 在当时有另外一张照片更加看到李敏是挂着引流管 即是输液管 我没有猜错的话 通常都是吊着盐水或者吊葡萄糖 因为吊葡萄糖的话 就能够最直接给到营养的病人 令到病人不需要进食的状况之下 都可以吸收到营养 如果你有吊过盐水的经验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原来自己是可以吊着盐水三天不吃东西的 虽然有肚子饿的感觉 但就不会令到你疯狂会去找食物的那种冲动 有时候一个人受到太过严重的打击的话 她是吃不下东西的 就算你给多少山珍海味她也好 或者你给些咸鱼白菜白粥她也好 她就是吃下去 然后觉得反胃就会吐出来 在这些时候 因为心理而引起的生理疾病 很难即时有得去医 所以初步就是说 通常会被她吊一吊水 然后在这几天里 跟她进行一个情绪辅导 慢慢由一些饮水开始 然后由一些流质食物开始 然后让她慢慢可以再去吃东西 当时有很多不少粉丝都留言担心李敏 不过李敏非常正能量 发出长文表示自己会积极去面对 不过很多时有时候明星 特别是说 在现在这个科技如此进步的年代的时候 明星没有私隐可言 明星的私生活 明星的感情生活 也变成了 根本就是永远都要带着一个假面具去演戏 即是你说以前在八十年代 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狗仔队 你没有那么多镜头 你没有Facebook 你没有社交媒体的话 基本上就是 在舞台 在电视节目 在镜头面前 她只要做好自己本分之后 哪怕她私底下是一个很骗 很骗的人也好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而且她也不需要和那么多人交代 而且就是说 她的婚姻状况是怎样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了解 而且就算是了解的人 也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到处去唱 但由于现在 你不要说天王巨星 就算你说是普通人 甚至乎一些没有人认识的KOL 哪怕她出轨也好 可能转过头又会爆到全香港都知道 由于太多的群众 个人压力迫到过去的时候 确实真的会令到一个人很容易逼风她 开心的时候就会更加害怕 不开心的时候 再加上群众所压下来的压力 更加之严重和恐怖 好了 接着就很认真去和大家说一下 关于出轨上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是基于男和女 我们的心理结构是不同的 所以由于心理结构不同 所以我们的荷尔蒙 我们男性和女性去对待婚姻的时候的心态 其实也是不同的 例如就是说 我用一个更多的例子去说 你不要说什么抽些个别的例子来反驳我了 例如说女性在出轨的时候 当然你肉体是做错事的 与此同时 女性的心灵上也会伴随着很大的内疚 我不知道各位女观众信不信 其实对于男性来说 在我们叫做做错事 又或者叫做健兴买羽毛球拍的时候 男性的心理负担其实是没有那么大 因为始终就是说那个模式不同 因为十月怀胎的一个不是男性 十月怀胎的一个是女性 所以我们男性的心态就会觉得 没所谓的 我出去玩就玩 最重要我的心仍然是爱着我太太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是属于男性的价值观 但对于女性来说 就不会这么看 总之你出去玩过一次 两次三次就是说 在这段婚姻上你是精神上的背叛 由于男和女在婚姻的价值观上 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对于一个有钱的加拿大富商来说 他和我们普通人一个很不同的分别 就是说 例如像井仔这些单身狗 你又穷又单身又矮又肥 那我怎么找异性呢 我是说的 就算我出尽自己所有力量去找异性也好 我都应该不会找到异性的 但是对于一个有钱的加拿大富商来说 是说的 就算他不用出力 甚至乎他很努力去保护自己 不要和其他异性接触也好 都总会有其他人寄予他的财产 而想办法去疏办自己 希望可以和这个富商接触 接触完之后 就可以获取一些很物质性的报酬 由于大家不一样 普通人可能用尽一身的力气都未必找到女朋友 但别人那些是说 无论他怎么也好 可能每晚都已经有几十个女性在等待他的状况之下 由于有或不同 再加上男性在心理负担层面上 像刚才所说的 根本的负担就不大 所以为什么会导致男性特别容易有这种状况出现 有时候去到一个现实层面 可能大家都是普通人的话 你不是那么特别优秀 那你确实反而就可以因为 你不是太有钱 和你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反而没有那么多人去诱惑你 而令到你和自己的太太可以度过一段感情美满的婚姻 正常人和有钱人大家说代价 说后果都不一样 我们普通人 例如以男性去说 例如出轨 诸如此类那些 我们又会担心 陈柳怎么供 陈柳又会不会被人分了一半 甚至乎就是说 会不会因为自己出轨的事情被人知道 然后导致自己会失业呢 所以 但是 对于很多富商的男性来说 他们不用怕的 什么 离婚呀 找律师搞 你想要多点钱 就行了 这核杂给你吧 所以 为什么对于一些极度有钱的富商男性来说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去出轨呢 其实是真的 那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 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女方是很难去接受到男性会拥有这种价值观的 而且你不要说 井仔这套价值观对不对 只是从事实层面去看 其实大家是可以留意到 不计普通人层面的话 当你去数一些比较富有的人的层面 十个有九个那些有钱人 绝大多数的出轨新闻都是男性 女性是极少数的 即是 撇除那些 例如说八十岁八和三十岁女性 不计这些之外 例如说 可能大家普普通通 可能相差十五年的 这些 绝大多数 女方就不会背叛的 男方也是背叛的比较多 没办法 始终这个世界有惑太多 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你真的见到他一身很专一 但是可能就是说 因为在他身边的有惑不够多 好了 和各位观众说一声 不好意思 因为楼上不停装修 可能今集各位听下去 听得不太舒畅 但是我都尽量把麦克力贴近一点 之后就在后期做多点工作 希望可以令各位观众尽可能听到我说什么 好了 去到最后一部分的话题 说一下 为什么继女我会形容成为李敏她最后压夸她的杜草 因为刚才好像新闻所说 她对继女视为几出 即是说 当了她是一家人 当了她是半个女儿 又或者是自己的女儿去照顾 但是当自己爸爸做错一件事的时候 他们还去支持那个男人的话 在李敏心中就是等于 自己对于那两个女孩子所付出的爱 所以遭到背叛 而且这种反面不认人的痛很令人心酸 这样说 有些比较虚乎的说话 说到这里大家不明白 我说一些大家日常生活都有机会接触到的事 例如说 你上班 你可能上了一份工 上了五年 然后你认识到一个同事 大家老友鬼鬼 因为五年了 所以做了五年朋友 然后大家是好规律 或者好兄弟 好多的秘密都会跟她说 甚至乎家庭的事情都会跟她说 甚至乎只是普通同事 都请过她回家吃饭 都见过自己父母 然后有一天去到工作的时候 自己就被上司老屈 很不公平 甚至乎不公平得是会被人炒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那个同事朋友 有愿意去为你挺身而出 去做证的话 很有可能是可以令到你不用被人炒 但是会令到你和你的同事 就会换来给上司的针对 但是 大家想想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的同事 他就反转诸道 不认人 他就会觉得 喂 不是啊 既然你都已经被人炒了鱿鱿 其实之后都不会再见到你 其实大家都没有价值的时候 又或者他就是说 由于担心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就决定 为了自己利益 就不去说 为了公义去帮你 然后他就反转诸道 不认人 甚至乎叫你 不要搞那么多事的状况之下 你就去想想 究竟这种伤重打击 会有多么痛 那时候是说 我自己被人冤枉 然后我还要面临失业危机 然后还要说 那么多年 五年来 我当你是朋友 我带你 上去我家吃饭 大家这么好感情 想不到 在最终关头 你为了工作 你会帮着自己的钱 不帮我 然后还要背叛我 还要谴责我 这种痛 是确实令人绝望的 为什么我能够举到这个例子 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 我当年在港安医院的时候 我真人真事 我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我当时有个同学叫做Leo Lo 中文名叫做盧柏朗 其实他也是见着其他护士老师干预了一些涉验违法的事情 我也有跟他说 你不如帮我做证吧 又或者你提供多一点资料就可以了 但由于他知道我基本上就是会被人踢出校 而且那时候 盧柏朗还没得到他那个登记护士牌照 就算他知道学校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也知道学校有点不对 但正常去想你都会知道 你去帮这个人 你下次实习 看看你会不会合格 不合格就拿不到牌 所以为什么 我自己真人真事 他就是说 为了自己要能够顺利毕业拿到牌 但是他宁愿掩着良心 反而是骂回头 就是去跟一个受害者说 喂 井仔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 由于我自己五六年前经历 所以我自己是很明白那种 给身边朋友背叛究竟是什么感觉 有时候没有办法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你遇到一些为了利益 是可以没有公义 没有公正的人 那种背叛 那种的错心 那种你付出过的友情 又或者是爱情又或者是亲情的话 那种痛是绝对可以压夸一个人的 因为经历过 所以真的很明白 很明白很明白 但是李敏是他后母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更加就算你说后母有钱 也好 但是也未必会带来一个很确实的生活保障 所以永远就是说 你一定会黏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一个能够在你未来生活 真真正正确保到未来生活素质的人 所以哪怕是自己爸爸出轨也好 都会力撑他 除非你说如果是因为出轨 而导致原本赞助女儿的钱 而被人断水喉的话 可能真的会站在李敏那边 但是很多人很现实的 无论你富与或贫也好 很多时就是利益层面 永远是大过你嘴上的感情 什么公义等等 全部死开 有时候事实是如此心酸 如果有观众你听不明白我今集说什么 是好事来的 恭喜你 代表你这一身人是相当好运 因为我上述所说的遭受背叛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不似新老病死 如果你又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代表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 既然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 大家就会回想起一些不开心的回忆 你就知道究竟李敏当时的心 是真的由天下跌到地上的那种感觉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噪音问题不要太大影响 因为我今集都很用心去打 希望这集可以顺利播出 暂时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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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